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现在你说 那我能不能为 我身为一个单身者 我能不能为 要进入婚姻来祷告 能不能 能 注意好好听这句话 你能这样祷告 但是你记住 你要怎么祷告 一个很健全的单身者 健全蒙恩的单身者 他是能够一边渴望 向往一段美满的婚姻 也同时能够满足于 现在单身的现状 各位 这个两样东西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渴望 一个是满足 能不能在一起 他能够向主求给我一个婚姻 他也同时能够喜乐上帝的同在 他能够去羡慕蒙恩之人的 他们的婚姻 每次参加婚礼的时候 真的很美 但是他心里面也同时喜悦 自己现在单身拥有的那种空间自由 所以很奇妙 对不对 他有两样东西 在他的生命里面同时都有 就是满足跟渴望 这样的单身者是最健康的 通常是什么 你的渴望多过你的满足 对不对 或者怎样 或者你说你满足了 满足的人就没有渴望 谁说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 上帝造人 很多人觉得满足跟渴望是相冲的 我的生命 我发现了 我在主面前 我所经历的是什么 你看 我带领这个教会 我真的很满足神给我们 我的教会 我的事工 都是主给我的 但是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望 主啊 我愿意更多的人蒙恩 能够听到神的话 对不对 这个有没有满足渴望 我满足上帝给我的三个孩子 每次他们从学校回到 我一看他们我就喜乐 什么东西都没有想 什么他们好不好 成绩好不好 没有想这些东西 就看到他们就喜乐 但是我也有渴望 他们的灵性 他们的悟性 各方面就是成长 对不对 品性成长 所以有没有 你的满足渴望 如果能够在一起的话 这就证明你的心中 是以主为喜乐 你没有偶像 但是如果你的渴望多了 以致你不能满足 那就是说你心里面有偶像 然后它会阻挡你的祷告 所以我再讲一遍 对不对 你单身的 你满足于那个单身的 一个时间空间 但是你也渴望 我也渴望 一个蒙恩的婚姻 能够练进我 感谢主 我们当中也结了婚 没有孩子的 满足于两个人 两个人的世界 对不对 两个人没有孩子 能做很多的东西 上帝造一男一女 这个就是家庭了 没有孩子 上帝没有造孩子 就一男一女 就是家庭满足于享受这个 但是我也渴望 如果我们有孩子 如果渴望 但是你绝对不会 因为那个渴望 来因为这个 主啊 因为没有孩子 所以我们的婚姻 有点欠缺 这样 绝对不会 所以你知道 你的祷告要往哪里去吗 你的祷告就要望着 上帝所造的 这个有应许 给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健全的心 在这个地方 你要望这个来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